大家好 我是蔡英文娟 我們是不是在給客氣面導演一個掌聲 好嗎 在我們剛訓練阿達的那首歌裡面 我自己看也是非常感動 也非常悲傷 其實客導演在環境紀錄片已經經營三十年了 所以剛剛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最後一個數碼是宋火舞 宋火舞其實說AI搞完要伸張正義 那我為什麼說要給客導演這個掌聲 是因為我覺得他在環境陣營上已經做了三十年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給他掌聲 謝謝 其實我給大家一個數據 我們這一定要來組 其實我跟客導還有運營也都是電台建的 那我查了一下台灣2002年到2010年 我們有多少萬筆土地徵收呢 有一萬五千多筆的土地徵收 每一年我們徵收一萬一千三百零四公頃左右 那這個是多大呢 五十二個大安斯林公領大 那如果我們再進入到剛剛講的 我們說的很多的工業區 工業區 我們都在想說現在我們的GDP 工業只佔三層對不對 那你沒有想到在一個後工業時代 我們居然在過去十年 我們增加了十四個新竹工業園區的土地 那大家覺得很奇怪 我們工廠不是都在外移嗎 而且很多生產已經 我們都是海外接待 在海外生產 為什麼我們還需要那麼多工業區呢 那剛剛有一個在政府裡頭工作的朋友 他說其實真的很多的工業用地 它的進出率只有三層到四層 所以我完全沒有辦法想像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產業鏈 然後食物鏈 整個鏈其實斷裂的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想很多問題出現了 包括我們的農田被剝奪了 然後我們的農田污染了 那剛剛有位朋友說他可能欺負得你不滿了 但是我要告訴你 最近我們在報導中才追蹤了兩個月 就是好不容易三十多年來 我們成立了一個就是海岸管理法 第一個海岸管理法出來了 但是台東縣的縣政府和縣議會 他們要聯手 希望不要有海岸管理法 他們希望有一個所謂海岸的開發法 那這個開發就是這樣沿著那個 應該是台11線吧 台11線有非常多的 包括豪佳還有很多的旅館 那你說旅館會不會有廢水 一定要會有廢水 所以我都很難想像說 台灣已經進入了21世紀 然後我們進入一個後面的時代 那這已經是很多 已開發國家的共識了 就是說不管是農田或者是海洋 都是我們最重要的資源 甚至它有國安意義的 但是我們現在還是在持續的破壞 那剛剛有講到總統大選 但是如果看三位主要的 就是三位總統候選人 大部分的政見在環境上 在文化上都是非常缺乏的 那這可能是太多invisible的事情 所以我們很多都市也都忽略了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想邀請柯島 其實柯島在過去三四年 真的很多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我想待會時間就先請柯島的大家聊 然後非常輕鬆的聊一下20分鐘 然後再請育營 那育營它其實是有性法律師事務所的合國律師 那我問他說為什麼會關心這個 新元農場的事情 其實它現在它是台北人 它是淡水人 但是它幾乎每個禮拜都要下高雄去 那主要就是環境法律的協會 非常關注這個議題 他們這個協會已經成立五年了 那它是透過我想柯島如果是用一個比較感性的方式 來讓大家知道我們農田發生什麼事情了 那運營他們是用一個比較理性的 用訴訟的手段 幫助當地的自救會 能夠跟政府和企業協調 甚至找回他們的權益 所以我們鼓掌聲先歡迎他們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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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先交給柯島了 看你要或者站著都可以 好 站著 謝謝 謝謝學莉 還有主辦單位給我這個機會 那很 很感謝各位 剛才各位的回饋 那 像這邊這樣 可以面對面跟大家溝通的機會 其實真的差不多 因為平常我都會好聽 這樣 那 我先想說今天要討論的 其實更重要的是那個震染問題 那我想先做點 那個這一部 那個黑影沒有談到的一些背景資料 那先做點補充 等一下可以引申下面的討論 那這一部影片 主要的那個核心價值 是在探討土地利益的價值觀 那我的觀點呢 是在呈現 那個只要環境遭遭污染 那通常是都是族群 首先受到那個傷害 再來就是每一個人也可能是受害者 那這部影片在突顯了幾個問題 就是一個是我們長期來的法律 然後的缺失 還有我們工錢利率的失能 那還有就是我們現在都要彌補以前的過失 那其實我在這支部影片裡面 大家可能會有幾個疑問 就是說 我們難道說我們的現有的法律 不足以來那個削減或彌補 或防止這些問題其實是有的 那我先講幾個 從歷史脈絡來簡單的講一下 其實在1963年那時候 台灣省政府就已經提出了關鍵水質的標準 但是呢 有一點政策上的妙物就是在1970年代 台灣的產業政策想要從農業轉型到工業 那另外一個口號也就是說 要提升農村的經濟 所以說有一個客廳級工廠的這樣一個廠道 然後我們在1970年代之後 其實沒有幾年 大概在1975年 那時候台灣就針對大概是80萬公頃的農業 做了第一次的初步的那個檢驗 大概有6萬公頃的農業用水營造 這是在1975年的時候 那問題就演出來了 那如果說在經過那個二三十年來的檢驗的時候 我們在最近一筆的 大概是在1983到1986年 這幾年我們發現了大概是受到污染的農地 這四幾以上的農地大概有三十萬公頃 也就是從1970年 一直經過大概不到十年的時候 我們的受污染的農地已經快速的上升 那到了現在大概如果真正一定要進行整治 其實已經花了大概是四億多 這可計算的大概是四億 但是其實呢 不止 我們發現有很多隱藏的那個數據在裡面 那各位想 都主要我想簡單的列一下說 這個問題的結構性 大概是公蓋用水跟公約會水排放沒有分離 這大家第一個會想到 那第二個是說我們的土地溫區使用的混亂跟管理的缺失 但是我們現在就上個月 我們的那個好不容易的 溝圖計畫法已經剛透過 那但是呢 它只是一個模仿 然後還有更重要的 未來要注意的部分就是 視頻細則 還有它的相關資料 那還有就是地下工廠的同島 然後轉入工業區 是輪延控盤 那我們看到很多 剛才幾位朋友也談到說 我們現有工業區 其實進度率還是不高 這樣那個我們 當初 張兵工業區要設計的時候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希望能夠那個容納 在東溪二三郡的一些電路工廠 但其實呢 那個進度率不高 它有一些問題 還有就是說 我們沒有確實去執行環境承受量的這個總量管制 那也還好就是說 從今年一月份 那個環保署新的執行的細則要執行 那我們想要用正南這個案子來檢驗說 我們的政府 同胞保署 它是不是真的能夠按照它的經驗 要執行的那個法規去做 再來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的那個農地受到汙染的問題 接下來產生的靈環效應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農地的消失 那農地消失當然有很多的原因 那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當然就是農地汙染 然後慢慢就從會想要做其他用途 那當農地消失的另外一個後遺症就是我們的那個 糧食自舉例 那我如果按照那個 我們那個 農委會委託那個 顧算我潛在糧食自舉例 以及最低糧食自舉例 我們所研究的這個模擬結果 大概是 我們必須要有維持大概74到81萬公頃的農地 才能夠維持我們國人的那個糧食自舉例 但是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真正的可以耕種的優質的農地 大概只有20幾萬公頃 意思就是說我們的那個安全的糧食環境 可能會引落不足 未來如果說遇到一些像天然災害 或者說那個整個千秋的氣候變遷 或者說其他的戰爭 或者說導致其他的那個糧食上漲 那我們可能有錢也蠻不到糧食 那所以說 再來就是說 在污染農地 其實如果說超過30萬公頃 還有說我們將近市城的那個礦礦用水 也可能說污染 那我們有很多的糧食是說 是很不安全的 那到底對我們的健康會造成什麼樣的風險 那其實那個公共安全的學者 他提出很多的建議 那不過呢 我們就是 我曾經在一次的報告裡面 就是吉隆有提到 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也因為為了 為了要消遣這些糧食安全的問題 那就這樣子 剛才有朋友說 那是不是西部的糧食要買 那這樣可能會讓西部的容易更快的消失 那也可能會讓這些污染的工廠 然後甚至 甚至會讓一些已經受污染的農地 然後就可能就 真的就變更他用 就像那個桃園地區 那有人就 這些受污染的農民就希望說 已經受污染了 他是不是就把它變更為一般的建築用地 那這樣可能會更 更讓我們台灣的農地消失得更快 那還有就是 另外就是說我們有幾個 今年這個目前已經有修了幾個法 包括那個水污染防治法 或者說那個農地的那個受到污染的整治辦法 但是有一些法是看起來是進步了 但是也有幾個 比較我們會擔心 比如說工廠就利可老化 那或者說 我們的那個 污染整治的那個 的管理呢 他分成三起 然後有一些已經 其實應該要整治了 然後他為了要降低他的整治成本 然後他變更為一般風險 那就可以 那標準的可以提高 那所有的 未來一些工廠 他可能就 污染就覺得 會更 沒有 就是可能會受到的影響會 會降低 然後等於是讓這些 污染的工廠 更容易 然後再做地核化 然後生產 我想這個 也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 再來就是那個 那個龍舍管理的辦法 那龍舍管理的辦法 目前還卡住了 所以說我們看到說 有一些修法的部分 然後有進步 然後也有矛盾 然後也有擔憂的部分 所以我簡單的講了幾個部分 大概從 我們剛才在幾乎片裡面 沒有辦法談到 我在整個調查的過程裡面 從北到南 其實從桃園 然後新竹 台中彰化 然後台南 然後高雄 那高雄的部分 它有一些污染的農地 它是點狀 但是它整個區域的整個面 它其實已經有收到污染 譬如說 二人溪 霍金溪 厚多大公電溪 其實已經沒有收到污染 只是說它還沒有達到 那個污染管制標準 必須要整治的這個層級 那再來就是說 在桃園 那個黃潛溪流域的部分 它的上有主要的污染源 是那個重力工業區 但是重力工業區的時候 如果說要以現有的 今年的那個水污染防治法 就包括那個第一級跟第二級農地 的保護措施 然後要求他們走量管制 或者說家人管理的時候 那可能會致應上有困難 所以我想說 我看了這麼多 然後有一些是 有往好的方向掛展 那有一些是存疑的 那剛才講的時候 我多講一點 就是說 在彰化中溪熱山峻 當時我們在拍的時候 我一直想說 為什麼這些污染者 然後他可以污染一、二十年 然後都沒有事 然後剛好在2013年的時候 那個環保署的基甲大隊 跟彰化地檢區 還有環保局 然後很努力的去找 那個抓了十家的廠商 然後到最近 這十家廠商有被判刑 有二到三年左右 然後整個種 我要管大概可能到八千萬 我想這個案例 如果說整個可以成為 其他污染者的一個景地 我想這個也是往好的方向掛展 至少是說 我們當 我們一直在想說 在當時在彰化 東西二三峻或虎馬峻 這些污染的那個業者 他已經在當地生產了二三十年 然後也因為 剛才有一個朋友說 那有沒有訪問到他們這些人 其實是有的 他們這些人 就是在這邊生產了那麼久 我問他們為什麼 他們為什麼 不要到那個 張明公衛區的 專業電路專區去呢 他們是談到說 進去呢 會增加他的成本 成本裡面包含就是交通成本 還有設廠成本 還有污水儲業成本 那後來呢 因為有一些 那個 就是要委託電路工廠 執行業務的一些上游廠商 他們發現說 這些可能會污染 造成污染的這些工廠 他們也不太願意讓他們再生產 這個有反向的壓力 就是有消費者的壓力 所以說也變成他們這些工廠 已經願意搬進去 然後我想 這個 我也有看到一些幾家的老闆 他們也有談到說 他們願意 只要是合理 然後他們就會想他進去 所以想這個是 也是好的 然後 比較擔憂的就是 未來 這些 在農曆中間的這些工廠 如果說真的是被 那個就地殼化的話 有什麼方式來阻止這些 持續 讓他 那個編更成功 剛才有一個 那個朋友 談到 我當時的方式 就是田野的調查方式是先由環保署自己在環保署跟農政單位做全台灣的農地的調查 然後他把它分從那個四級到五級的 只要是五級以上的他會公告 那我在從那個環保署裡面的網站裡面 就可以找得到他的地號 那我地號的時候再跟Google Map去套 然後就可以套得出來 到底哪一塊區域 然後哪一個秋塊是汙染的 然後我去找的時候 然後他旁邊 如果說他的 可以看他水系 然後他水系的上游到底是有什麼工廠 那未來 可能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反推回來 就要求 如果說要變更的那個區域 那如果說他現在 經濟部好像是畫了八十幾個區域 我們是不是要求說 只要是已經受到汙染了 我們用那個 總存在量 跟那個家人管理的方式 去要求 我想這個也可能是一個手段 然後這個資料是公開的 那另外一個更積極可行的做法是 可以再沿用以前環保塑料做的一個汙染地圖 他是一個家居環境汙染地圖 我們把這幾個把它整合在一起 這個可能要請資訊專家 把這個汙染地圖把它整合在一起 從水、土還有空氣 然後把它整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把它變成是一個可以公開搜尋的 那這樣的話可以讓每一個人 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說 他家附近是不是有汙染性的工廠 或者說未來如果農政單位 再配合執行農產品的履歷的時候 那我們就很容易很清楚知道說 你現在買的這個稻米蔬菜 是不是來自於汙染地區 我想這些部分也可以配的 也可以讓整個農地管理更加務實 還有跟消費者可以結合 這個未來是可以做的 因為我在紀錄片沒有辦法講得很清楚 那些可以執行的方式 那我們從在2010年 那時候就開始左手做黑這部紀錄片 但其實到今年 大概將近五年裡面 我們有做了大概四部跟水有關 黑是第一部 然後再來去年 2015年有地下水上錄取 就是命水水站還暗流 那命水談的就是人跟地下水的關係 剛好如果各位可以看的時候 就可以剛好看黑跟看命水 這兩部剛好是兩個極端的對比 黑的話他談到很多我們的 農地受到不然的問題 還有目前的現狀 那如果命水的時候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剛保有乾淨的水源的時候 我們的農產品 我們生活的部分的話 會有什麼樣一個影響 然後兩個剛好對比 然後接下來是談水戰 我們水資源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生活經濟 然後得到很重要的資源 那當你缺水的時候 就會產生爭奪 甚至戰爭 那在去年的年初 一直到五月份 大家也看到了工業跟經濟 然後這兩個產業別 然後為了水 然後發生了一些震端 所以說我就談的是水的戰爭 都不同的用途 然後對於水的需求 然後在暗鈕 一樣是回到地下水受到污染的部分 那個黑它只談到的是灌溉水菌 受到一些工廠廢水的影響 但是暗鈕呢 談的是地下水 我們在地底下的水 我們已經看不到 那地下水到底受到哪幾方面的影響 那其實地下水 那個它的用途是 僅次於我們的地表水 就是說我們不管是吃的用的灌溉的 都會用到地下水 但是我們地下水如果受到污染的時候 其實也前面受到傷害 所以我們就大概這跟水跟土有關係的 大概就是這十部影片 如果各位也可以看 那剛才有老師提到說 那個教材的部分 黑我在2013年播出了 下一秒鐘就把它上網了 所以你們只要在YouTube裡面搜尋 就可以看得到 黑 你們可以從命水 公共電視 然後命水 這個關鍵字進去 然後裡面最下面 就有一部 剛才各位看的那個 一個小時的黑的紀錄片 那還有就是 地下水商務局 然後命水也可以看得到 然後其他水站跟按鈕 好像有其他網友有賺 我想這個大家都 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如果說 你有 譬如說有同學要做作業的需求 然後說有老師要做那個 那個文字的教討 那剛才學弟也有提到 就是說 我最近 應該下 現在不上廣告 1月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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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有一部新的那個紀錄片 那其實我這一次的做法 會有一些改變 以前我們的做法就是 主要是在電視頻道播出 那我覺得在電視頻道播出 我們有做過一些說字指的調查 年輕朋友他還是比較喜歡用那個行動的網路啊 然後這樣這個平台來使用 所以我們 我在這部紀錄片裡面就分了兩個部分 一個是那個在電視播出了一個小時的紀錄片 那另外我就另外再做了46部的短片 把它放在網路上 我們只要從關鍵字那個 PTS.Ocean 那就可以縮選得到 這是46部的短片 那主要就是說 因為可能 中上年齡的人 他比較習慣用大螢幕來看電視 那就可以看一個小時的那個紀錄片 然後我想說用比較不一樣的視覺的體驗 就是比較能夠讓凝視 然後讓沉濕的一個影像風格 然後如果說要需要有一些資訊比較多了 那就要使用廣播平台 大概是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會做一些調整 所以我想接下來我現在不希望能夠把我們的影片 除了我們做的經費以外 那還有就是我們到將近700多個小時 能夠進行西西創用的這樣的概念 就是可以讓大家非盈利心的使用 我想大概先 有點那個 系統有點不難 先跟各位做些背景補充 好 謝謝 謝謝 那個 這個海 1月12號的10點是在公式嗎 13台 那這個 如果 因為今天有很多科導粉絲 但是我知道這部片 他跟科導過去的片子都不一樣 他幾乎沒有用 他沒有用OS 就是沒有用黃白 也沒有用幾乎很少的配樂 所以大量的是natural sound 就是自然音 然後還有就是語音之間的對話 所以它是一個挑戰 那我不知道就是說 科導是不是已經覺得 人類對這個大自然對海洋的破壞 已經讓我們處於一種spitualist 已經無言的狀態 所以他這部片子就是 非常的安靜的方式 面對自己 面對大自然 那他還希望說觀眾就是非常的 安靜的看待我們現在生態的狀態 那接下來 我想今天因為我們看片的時間 有一點延遲了 那我們讓時間到40分 所以待會語音講完以後 大家還有時間可以針對兩位的發言 再做進一步的追問 那語音就可能先 重點是你們喔 就是是一個 ongoing的事件 但是真的台北人 或是北部管理人一直看不到的視野 所以要請你來跟我們談一談 現在正在高雄發生的 如果路途發生的 這個心願永常的案件 到底有多嚴重 謝謝 謝謝 柯導 還有在場的朋友大家好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張玉宜 是環境法律人協會的常務理事 現在在有心法律事務所工作 因為在環境法律人協會的關係 所以就是有機會接觸到一些環境的個案 那我個人已經有經手處理過的個案 包括說已經解案的這個淡北 平面倒路的環境案 那這個案子現在是進入第二階段 環境想評估 還有包括中科四企的區域計劃法案 這也是一個台湯農地的案子 跟正安案子性質很像 那這個案子還在進行當中 然後現在經手的就是我們心願農場 這個反正安案 那在進入心願農場這個反正安案之前 我想要先跟各位從法律的觀點 法律的角度 來看一下我國的國土利用的問題 那剛才在紀錄片裡面 大家應該都可以聽到一個反覆的熱點 我注意到紀錄片大概出現了30次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會在農地裡面 不種稻子、種工廠 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個土地區位的使用怎麼會這樣子呢 那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你現在有一萬農地 你要披建一個理想的家園 你一定會在這個農地上面 不要說農地 土地 你會在這個土地上面 弄一個房子 你要住嘛對不對 房子裡面有洗澡的地方 吃飯的地方 或者廁所 或者睡覺的地方 那沒有房子的地方呢 你有一些需要做安全的圍擬的地方 這是一個區塊 你想要種一顆幾頁的一 那是保育的區塊 你要吃飯 所以你要弄一些農田分作 就是農業的區塊 國土的規劃其實也是這樣 按照我們的國土利用的法的制度來講 我們台灣的土地 在現在國土計畫法上通過 國土計畫法通過之前 是分成三大種類 第一大種類叫做都市土地 由都市計畫法去做規範 第二大種類叫非都市土地 是非的非 非都市土地 由區域計畫法來做規範 第三個種類叫國家公園土地 由國家公園法來做規範 那為什麼要分成這三種 都市就是它人口比較密集 需要有一些鎮上財經 或者是發展比較快速的地方 人口聚居比較密集的地方 它有一種規範 非都市土地就是說 它可能是一些鄉村、田野、山坡地、海岸、農田 比較保育的地方 國家公園土地特別特別需要保育保重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談到這個農地跟工廠的問題 最主要是發生在非都市土地的這個區塊 非都市土地的法治 就用區域計畫來做管制 一直區域計畫法規定 我國的主管機關在中央是內政部 縣市是各地的縣市政府 中央內政部它會針對全國的土地來制定區域計畫 民國102年的全國區域計畫 民國102年以前全台灣是分成北、中、南、東 四個地方的區域計畫 區域計畫制定下來之後 你可以在區域計畫裡面透過文字跟圖畫的描述 你知道這一塊這麼大片的這個土地 有哪一些地方是鄉村區 就是可以給農村人口聚居的一個地方 有哪一些地方是一般農業區 就是種田的地方 有哪一些地方是特定農業區 那個地方有花一些錢去做一些農業設施 而且通常就是長得很好 特別需要保護的這個農地 有哪一些地方是山坡地保育區 你不能去開發 你如果去開發 或是土石油或公公就農家來 有哪一些地方就是這個所謂的海岸區 靠海的這個地方 在區域計畫法裡面總共把全國的土地 如果你在區域計畫裡面的 大概分成11個分區 有一個區域它很特別叫特定專用區 特定專用區是什麼 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事業 它本身目的要去使用而劃分的這個區塊 台塘農地就是屬於特定專用區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注定了這個結構性的這個問題 就等一下我們會談到 那區域計畫制定了之後 區域計畫會有檢討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農地發展發展發展 開始沒有做農業的話 那是不是說這個地方還要做農業區嗎 是不是我們就把它改成鄉村區 讓原本種地的地方可以蓋房 或者是說哪一些區域 本來是有很有保護的必要 但是隨著時間的經過 不再需要保護了我們就把它變更 變更的方式有兩個途徑 第一個途徑就是通盤檢討 這個國家大家在裡面生活久了 大概五年十年 我們來把這區域計畫 五年前區域就要拿出來看看 有沒有需要哪裡要直接修改的地方 通盤檢討 另外一個地方就叫做個案變更 個案變更就是學問很大的地方 個案變更誰可以來個案變更的話 政府機關可以來個案變更 還有另外一個變更的 就是比較有錢的財團法人 可以來申請個案變更 怎麼個案變更呢 他就先會有一個需要開發的這個開發計畫 在裡面開發計畫以後送進主管機關 然後就開始這一整套的這個流程 那我們今天就來談談看這個鄭南岸的這個個案變更的問題 請工作員用一下那個PPT 這個是一些比較結構性的問題 那我們剛才很快的介紹了一下這個法治的結構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看這個個案 來看這個個案 就是可以了解到就是說 為什麼這樣的事情會一再發生 那在高雄 各位看到左邊黃色的整塊圖就是高雄市 高雄市跟台南市大概有一個區塊是以二人溪為兩市的一個交界 在這個交界的地方 在陸竹區跟阿聯區的大概中間的地方 有一個台塘的農場 農場叫做新園農場 那這個農場的現況 大部分是做一些比較粗放的農業 那我們現在去看的現況 有很多的秋塊是出出北當地的瓜農在種西瓜 或者是出北菜農在種菜 這是它目前的使用現況 但是有另外很多的部分已經種了工廠 它已經不是種農作物了 再種工廠 下一頁 工廠來了 土地工就被酸了 下一頁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可以種工廠呢 台塘的農地 因為它就是以前在日治時代的時候 它就是日本政府要種甘蔗 賣到全球各地 或者是供應他們日本國內所去的 所以他們就把很多的農民的農地 就把它弄來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很大很大的秋塊 那國民黨政府來了以後就接收日產 變成台塘公司所有的這個農地 那這個農地呢 因為基本上就是屬於政府手上的一塊肉 而且是非常非常有價值的一塊肉 所以政府它有什麼開發案 需要用到土地的時候 它第一個想到的 不會是你家或他家的土地 而是台塘的土地 為什麼 第一個方便我自己口袋裡的東西 第二個減少抗爭 減少抗爭 為什麼 因為弄到的不是你家的東西 所以呢 大概如果要弄台塘農地的話 大概早期大家都不太會有什麼樣的意見 那正南這個背景是這樣子的 大概在2006年2007年孫章當行政院 應該是孫章 應該是孫章 當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有一個大溫暖大酬之政策 還有這個產業創新條例 根據這個政策呢 他們有制定了一個叫2015年 產業充斥發展套案三連計畫 就是很長的一個名詞 那這個名詞下面有很多具體的做法 其中一個做法呢 就是說 台塘公司 如果你已經屬於出放 或者是利用率低 或者是甚至已經離農的離開入農業 離農的這些土地 你要適當的釋出 讓財團 讓法人 讓工廠 可以用比較低的成本 來溫暖他們 讓他們生產的時候呢 不要那麼高的成本 就像剛才柯島去訪問這個工廠的老闆 不要那麼多的成本 他們的競爭力呢 會比較高 創不創新 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你的生產成本可以降低 那台塘公司就提供了這些土地 釋出來說 好 那沒關係 我就把它釋出來 去租給這些需要土地的財團公司們 讓你們可以來蓋工廠在上面 但是有另外一個問題 慢慢下一頁 慢慢下一頁 另外一個問題 上一頁對不起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台塘的土地 它原本的區塊叫做特定專用區 特定專用區 它基本上是要按照它原來的使用的目的下去做使用 台塘本來就是種東西的 所以是不能夠種工廠的 那怎麼辦呢 就要透過一個區域計畫變更 個案變更 我剛才提到個案開發的變更 去把變更成什麼區 工業區 那不合理的地方 結構上面一個不合理的地方 就從這邊產生了 區域計畫透過兩個地方來做檢討 一個通盤檢討 一個叫個案變更 通盤檢討的時候 你看的是整個國土規劃的這個高度 我這個地方變欠一把洞全身 但是個案變更的部分 就不會看到那麼高的高度 而且因為個案變更 通常牽涉到的是政府的意志 行政者的意志 所以在審查的時候 它不會去顧慮到那麼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很不合理的現象 就會從這個個案變更的制度 來把它產生出來 明明就是一塊投資過這個農業改良設施 或者是甚至農地重化過生產力很高的土地 但是為了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就把它變成工業區 就把它變成工業區 像中科四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明明就是一個低層下限的地方 明明就是一個缺水的地方 明明就是一塊優良的農地 但是為什麼會變成工業區呢 因為那個時候政府要發展光電產業 要發展光電產業 所以就把它做下去 那後來的結果當然就是很慘 那這個鄭南鐵線公司呢 它就看到了這個大溫暖大佛茲企劃 它就送了這個個案變更進來 進到哪一個單位去審查呢 高宏市政府 陳菊的高宏市政府 那看到了這個案子以後 那當然就開始審了 都是自己人的案子 所以就開始審了 很快的就通過了 裡面有一些違法的細節 我們就不多提 等一下講到訴訟的時候 有機會再提 那這個鄭南鐵線公司 它在做的時候呢 它裡面就有一個酸洗處理的製程 剛才柯島的紀錄片裡面 有講到很多不同的製程 比如說電鍍 柯島紀錄片裡面有酸洗 各位可能還有一點印象 那個畫面一閃記過 就是把一些金水泡到一些水裡 你覺得把它拉起來 那個水就是有的時候是鹽酸 或硝酸這類的酸 它要把鐵上面的鐵袖給它尬起來 把那個鐵袖搖起來 搖起來之後這水要怎麼辦 就要把它排出去 那這些被水裡面就會含 還有很多的重金屬的物質 包括蒙、涅、隔、鉛、鑰、氫、綠岩等等 再下一頁 那這些東西呢 在自然界裡面 不管泥土或者是水裡面 都會有重金屬 那這個重金屬 就是說它如果不需要超標的 或許甚至有的時候是我們人體所需要的 但是超標的時候 它當然就會對我們人體造成傷害 再下一頁 下一頁 那鄭南公司也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它在做環境影響評估的時候 它就會跟這個開發單位 跟這個高雄市政府講說 我一定會做污水處理的工作 我想日月光當時也有這樣說 或者是台積電 他們應該都會這樣說 我呢 要回收百分之八十的廢水 這樣子的話 還有還有還有 我還會處理我的廢水 一直處理到我的各項重金屬 都符合放流水的標準 我才會把它排出去 那這樣子的話應該就沒問題了 政府機關呢 嗯嗯嗯嗯還不錯 問了幾個問題以後再做個樣子 那你把這個廢水的處理提升到百分之九十 都回收利用 剩百分之十 處理到放流水標準再排出去 這樣好不好 鄭南公司裝作好像一副有點為難的樣子 但是呢 他們就答應 因為他知道這個東西一定要做好 做好了之後有沒有偷牌 檢不檢舉那是後面的事情 至少我現階段 我這個環境想評估程序必須要過 那委員提出這樣子的要求 我覺得現在處理多十%這個廢水回收 可能會增加我一些成本 但現階段先過去再說 那就過去了 下一頁 再下一頁 好 符合放流水標準呢 不代表沒有影響 剛才那個柯道也有講到一些 其他的這個水質的這個標準 我這邊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因為民政史還是太長了 除了放流水標準之外 其實還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標準 以農地所需要的標準來講 我認為至少要有三個標準 它必須要符合 一個叫做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一個叫做污水經處理後 注入地下水體水質標準 然後還有一個是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有的母法是環保署的行政規則指定案 有的母法是土污法 那這三個標準 正南的雖然符合放流水標準 但是它的鉛跟母是超過 我上述所說的三個標準 那另外還有一個標準 叫做地下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 這個標準是什麼東西要用 好 抱歉 地面水體 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 這個標準裡面養殖業會用到 那放流水標準 是比地面水體分類及水的標準要寬鬆的 那正南的鉛跟猛一樣是超過這個標準 好 下一頁 好 那重金屬飛水的流向在正南的案子 它是怎麼流呢 看看有沒有那種圖 好 這一張圖 各位看到這個右上角 紅色虛線框起來的這個範圍 就是新原農場 那根據大溫暖大投資計畫 來申請的這些廠商 其實不只正南一家了 有天生 國蜂 陰田 石陽還有油雞 那正南是第六家 前面的幾家呢 當地自救會也有抗爭 那所以說這些廠商都承諾 沒有把電鍍啊 酸錫啊 這些高氛的製程放進來 但是它就是要把酸錫的製程把它放進來 有酸錫的製程就會產生廢物水 它的廢物水怎麼流呢 各位看一下藍色的大箭頭 會先在新原農場的土地上 挖這個廢物水的管路 然後廢物水的管路 會連接到一個地方區域的排水 渠道叫銀錢排水 銀錢排水在匯入二人溪 各位在看到這個右下角的地方 這個是比較大比例子的圖 那流到二人溪之後呢 是向溪流進台灣海峽 中間呢有湖內養殖區 湖內養殖區的水 就是取二人溪的溪水 來養殖的 下一頁 那鄭南的說法是說 只有10%的廢水才會排到銀線排水 對環境是沒有影響 那我們要問的是說 那你90%用到哪裡去 他說90%其中有一些 應該說絕大部分 是製程的再回收 再回收利用 就是說回收以後呢 繼續用在它的生產裡面 這樣子不斷的回收 那另外有一部分呢 是澆灌園區內的植物 或者是洗車類似這些 那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這些澆灌園區內的植物 不就是流到農地下面去嗎 然後再來 土壤怎麼辦 土壤怎麼辦 地下水怎麼辦 這些部分環保單位 還有高雄市政府負責審查的這些委員們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呢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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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溪其實在早期 就是被各種廢物已經電鍍算洗工業的污染 污染了非常嚴重的一條溪流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政府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錢來整治 有一些生態已經有慢慢的回來 這也是事實 所以鄭南他在提出這個環穿說書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表示說 其實那個二人溪的水質 目前是還算不錯的 言下之意就是說 二人溪的浸流量比較大 我們每一天排進去 林前排在流到二人溪的污水 一天大概就是九出現地而已 那以水量的這個預估來講 應該是不會對二人溪造成什麼樣太大的傷害 才對 下一頁 可是我們就不禁要問 既然我們已經耗費這麼多的心力時間去整治 就是二人溪 為什麼又要准許這種酸洗工廠來排放廢水 然後各位可能會說 那他排放這頭法的啊 不會污染啊 後面委員都已經審查通過了 難道不對嗎 那大家想想 對嗎 誰可以告訴我 這樣是對的 誰可以告訴我這樣是對的 我們很希望在法院可以說服法官 這件事情 下一頁 下一頁 大家就想說 那我們可以幫助這個農育民做什麼事情嗎 我今天其實還蠻高興 現在這麼多的人 而且來自社會上各個不同的層面 各個不同的角落 然後我可以這樣子說 就是 其實大家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很多 我們環境法律委員協會能做的事情 就是從法律的專業來提供有關於區域計畫法 還有環境影響評估法 對於居民所需要的法律協助 所以我今天也很高興聽到這個洪先生 他是法院所的學生 還有他抓隔壁的一位道長 他說對這個有興趣 但是我跟你講很累 而且沒有什麼錢可以賺 而且失敗的次數可能會很多 但是我還是很希望你們聽了這些東西以後 還是抱持一股浪漫的心可以來加入 我也很高興聽到今天的在場的有很多的 不是很多 有一些來自於政府機關的朋友 他或許也不太方便說 他是哪一個特定的部會或單位 農政單位的 有衛福單位的 那這個都是我們所需要的單位 那你可以做什麼 就是我們在向法院請求 寒查政府單位一些事實的時候 如果這些公文剛好到你的手上 麻煩請做對我們有力的解釋 尤其是農政單位 我們常常看到農政單位的 回復給法院的公文 真的會快要混到 就是該講的不講清楚 不該講清楚的又講得很清楚 不知道在說什麼 抱歉剛剛農政單位的朋友 我不是在說你 但是我們真的是碰到 有的時候幫我們農政單位的迴函 真的是有點惡法這樣子 那我們也有看到有一些上班族的朋友 雖然我不知道你來自於哪些單位 但是你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捲款 我們坐高鐵下去開庭要錢 大概這樣 再來 其實我們律師也很想從環保案件賺一些錢 但是這些當地的居民他不會為了這件事情 掏錢出來請律師 因為那畢竟不是他家的東西 對不對 不是你的工作掉了 或者是你的房子被人家佔了 或者是你的土地被人家挖了 不是嗎 隔壁 隔壁家裡隔壁的事情是台塘的事情 關我什麼事呢 所以他不會請律師 可是他又覺得不對啊 他環境污染了怎麼辦呢 但是這個權分之下他還是不會花錢出來請律師 但如果說大家都關心這件事情 你每天捐一百 我就沒天啊 每個月捐一百 每個月捐兩百 足利高鐵 每個月捐一千 給環境法律的協會指定這個新原農場的專案 我們就可以有錢繼續去做高鐵打官司 甚至有盈餘的話 讓這些做環境的律師有錢可以賺 做環境的律師有錢可以賺的時候 保護土地 保護土地以後生產農民也有錢可以賺 然後呢 這樣子一個經濟結構小小的 就可以對抗財團圈地的那個大大的經濟結構 我覺得很划達 我覺得很划達 所以如果你是上班族你可以勸款 我也很高興可以看到一些年紀比較長的朋友 你可能是我們的金主 對不對 你可能是我們的金主 那我也很高興今天有聽到一個 他說以前聽到環境文化議題 他會滿意白眼的 可是他就爬山一般覺醒 你可以跟別人分享你覺醒的那個故事 還有兩位高中生 要寫報告 我想今天有點後悔來到這邊 因為很難 不會啦 我還是高材生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做的事情 還有柯道 柯道他已經拍了46部的紀錄片 在這個環境 在這個社會裡面滲透 然後影響很多人的心 那我覺得這都是大家可以做的事情 下一頁 這個案子的抗爭的大事記 我們在2015年的4月 就開始了我們的法律程序 第一個程序是訴願 訴願的部分我們兩個案子都輸 都輸了 所以環境訴訟並不是說很浪漫的就贏了 他贏了這樣子的事 很多失敗的 然後呢 在2015年的5月28號 有千位陸竹阿聯福內 簽訂的居民到高雄市 政府那邊去去抗議 下一頁 8月26號呢 公開說明會 鄉親想要進場去聽 鄭南公司已經安排了自己的員工 坐在會場 然後請警察擋在下面 不讓鄉親上去 2015年10月19日 是訴願程序 我們輸掉了 提起行政訴訟 2015年12月23日開工動土 我們現在又提出了停工的案子 鄭南現在的案子 一共有四件 區域計畫法一件 環評法一件 這兩件案子又各大一個停工的案子 所以總共是四件 那我們現在是12月30號 已經開了一個停 1月5號開了一個停 1月26號跟2月2號 我們都還要再下去開停 那這些行動都下一頁 都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那在場也有很多朋友 他的家鄉其實是鄉村 有些人 漲畫河美 雲林這些 那我想你們今天看了這個紀錄片 然後聽到我講這些 應該可以了解到 這個農工廠蓋在你家的農地旁邊 不是沒事的 如果我們讓鄭南成功的把酸洗放入製程當中 剛才看到的天聖 就是國風、櫻田 還有慈養、油雞這些公司 難保不會想要補製造班 到時候我們吃的這些養殖的魚 還有剛才各位手上傳送的小番茄 沒有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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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番茄這是自救會會長記上來的 這自救會會長記下來 大家繼續吃 他是陸竹的特產 陸竹每年12月都不辦番茄文化節 都是損失難以顧忌的 你我的健康損失也都難以顧忌的 下一頁 我們希望政黨放棄三席 繼續打官司 大家要打他們多少錢 還有什麼問題交給主持人 謝謝大家 謝謝玉穎 喜歡聽譬如是非常treaty的事情 很多包括台湯 因為他們大量的 台湯其實擁有台湯非常多土地 現在大量深處土地 就是因為他們必須要revenue 那在這種 剛剛玉穎講的 個案變更的當中 很多時候是因為政策必須怎麼做 然後所以就不管是護航的方式 他或者是說 他只要符合法規 所以我想預言他們的官司這麼大 就是說 他是目前是符合法規的 可是大家知道嗎 前陣子有一個媒體 他做了這個失控的高科技 什麼失控的高科技王國 即使是像台積電這麼優秀的一個企業 他們外包給的廢棄物處理帳 最後也發現是不合法的 就是有請到的狀況 那我們的河流 我們的歐沫海洋 都是這樣污染而來的 所以我想 這條路很辛苦啦 那這個環境保護 法律的企業會 我想玉穎他們也是趁熱很辛苦 所以是要怎麼樣 如果 他已經講了很多捐款 是斷個網站的上嗎 再給你10秒鐘 所以送給我們一下 10秒鐘喔 打一下廣告 那個旁邊有那個小灘戰 我們不發 你如果真的心裡有感動的話 你去拿好不好 我們這樣太夠了 那現在我們就把 我們還有10到15分鐘 是不是有現場的朋友 想要我請教科島的或運營的 現在都可以發問 有沒有人要問問題的 機會哪個 有沒有 好 一位 我們就是收集三個問題 然後再想回應 第一位 還有呢 第二位第三位 好 那麻煩接位女士 嗨 柯銘好 其實我有兩位想問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就是 當然在影片中我們看了那麼多 就是 西部地區灌牌部分 然後 就是放了水到 給力物區 那中間有一小片 我們就是有訪問到 有一位 有機農業者 有機業者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在 同樣都是在西部地區 那這些有機業者 他們怎麼去 防堵 這個灌牌部分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是 就是裡面我們網路的幾位農夫 有提到 他們對政府來整治 污染的農地這件事情 他們似乎不是非常的歡迎 他們認為說 它可能會迫害土地的平整等等 然後就是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柯寶對自己的了解 然後還有 是不是濃淋經過 污染濃淋經過 診治之後 是不是一般就是 會恢復更重 感謝 好 第二位是剛剛 剛剛有一位 他在捐款 他在捐款 他已經在捐款了 流淚了 謝謝 謝謝 感恩 你要不要先 把你的問題提出來一下 我先提喔 對 然後待會一次問你 好 是簡短的 不好意思 喂 喂 對不起 我有點浪費 我歪腰了 當農夫當到歪腰了 就是 剛剛講到就是關於 捐款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個人非常同意 就是 我們可以做捐款這件事情 但是有一點點 小小不同意的是 其實他們也應該要捐款 因為污染這件事情 其實是全球共同 每人都要承擔的 就是環境成本 這件事情來看 所以你們也可以大膽的 跟他們募個款 不要這麼差 你是說跟鎮藍募款嗎 之類的 就是 你們義務幫忙他們 可是他們 承受這些損失 也是他們應該要 就是 負擔付的成本 我是這麼覺得 然後 基於所有的污染這件事情 你們是說跟戰男募款 還是跟農民募款 之類的 就是你幫他打官司 但是 或者是 打贏了 你可以分點錢嗎 啊不是啦 就是 你有看過那個王牌大律師嗎 有 我的永不躲心 之類的 就是 我覺得還蠻帥的 雖然說我不懂法律 這樣子 對 就是 就是 繼續喜歡 謝謝 文理有什麼要問嗎 文理就盡量剪短 謝謝 他要捐款 看到這些紀錄片 是 當一個台灣人 一個有心的台灣人 正在 想要幫忙的 這個 律師 我只能夠這樣講 如果你認為 你確認你自己是 在這一塊土地出生的 那些地 哪一塊地上面寫的 土地所有權的人 是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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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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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外來政權 我說 從我 唸高中 到我 七年代 唸 建築學的時候 到我決定說 放棄大建築石 的 這樣子的行業 我要 給大家思考 如果 這一些 被 外來政府 掌控的土地 都分給你的時候 如果 你會讓他 放著這樣子去 被糟蹋嗎 今天的問題 就是我要 大家 思考的就是說 真正我要做的是 要終結這個 外來政府 托管這一塊 禮蔽的權利 如果 我們沒有拿回來的話 我們還 這些律師 再花多少 熱心 新的人的 金錢 我只能夠說 不必期待 好 謝謝 那我們請柯導先回答 剛剛兩個問題 就是說 像那些有紀念者 他們做了這麼多事情 但是 真的能夠 抵抗嗎 抵抗這樣的污染 那第二個就是說 鄭平能處理的問題 剛才在影片中裡面 有舉了一個 關鐵的 那個有機桶 阿賓的意思 其實現在台灣就是 剛才沒有錯 有很多地方 都是灌海部分 那剛好呢 那個關鐵那個區域呢 我們怎麼發現 它的那個是比較中 那個河流 灌海的那個 中上游的地區 然後它的地勢比較高一點 所以呢 它的中上游 沒有其他大的污染源 直到了從他們那個區域 往下 才會慢慢回應 所以他們上游的那個水 水來源 是沒有污染的 所以他們那個區域 還可以種有機 所以關鐵那個部分呢 這幾年一直在推 所謂的那個有機 跟友善的融耕方式 然後他們推了 不管是到我們龍角 也多獲得有機電的認證 包括像磁心 竹林碗等等 所以那個部分 還沒有像它種下游 那個灌海部分 然後受到污染的問題 這個部分還OK 那另外 裡面也有談到幾個意思 包括說整治的那個方式 目前沒有錯 就是說 農地受到污染之後 它有不同的那個污染源 說那種因素它的那個 那個污染的程度也不一 然後整治的方式也有幾種 一種是那個土壤寬轉 所以那個物理性 或者是用藥劑 那個那個那個 沖洗的 或者說用植物吸附 幾種不一而定 那我們現在裡面看的 那農民對那個 所謂那個土壤寬轉 一直很有意見 因為它為了要讓表土層 然後那個 那個污染值要高了 要換到下面去把 下面比較乾淨的放上來 所以變成要用挖土機 挖了差不多一公尺左右 那挖了以後 然後當然它 最後它還會再把它那個 推平 但是因為每一個 稻田 它其實如果長期耕種的時候 早期有所謂的那個 牛里層 它是因為經過牛之踩踏以後 其實在下面它土壤那個表土層 下面大概30公分左右 會形成一個防水層 那它們平常灌溉的時候 那個水不會直接滲透下去 然後它種植的時候 一直都是在這個 那個牛里層的上面 但是當它因為土地污染 然後挖土機一挖 就把那牛里層給破壞掉了 那所以那個水一灌溉以後 就會滲透下去 甚至說 當那個整治環經過幾年的修根 那個當它們要下去跟座的時候 那個根引擎下去都會陷下去 所以農民對於那個所謂的污染整治 尤其是用那個垂直的那個方根方式 是一直有很大意見 所以呢 後來那個像裡面提了一個例子 就是在香山 香山那個也是經過這樣的一個整治方式 但是它大概修根了10年 10年之後呢 然後那個才 農民才開始重新耕種 但是發現 雖然 污染的土地經過整治 已經符合管制標準 然後又修根了10年 但是種出來的稻米 還是有那個吸附的 而且那個稻米還是超過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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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金屬的管制標準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土壤沒有 農點已經整治完了 然後土壤也沒有超過標準 但是種出來的稻米還是有問題 所以才會有 農業實驗所能的進駐 希望能夠了解 為什麼經過整治 又修根了10年的農曆 它還是沒有辦法恢復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他們的判斷是說 有可能是斷蓋水持續說不來 如果說斷蓋水已經符合的 那個 放流水標準 但是它還是有累積的問題 因為在品質裡面 有特別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們的斷蓋水值跟工廠的放流水標準 是差2到50倍 所以 種南工廠 它放流水符合 水不冷暴自瓦裡面的放流水標準 但是它卻超過了灌蓋水值的要求 所以它如果只要經過一支 那個 水路經過的時候 它是會有累積的效應 所以 種南已經整治了 修根了 它還是會有受到污染 再來就是空氣 空氣還會有成這樣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 台灣只要受到污染的無力 它其實它還是有存在的一些風險 所以 當我這部影片播出之後 有幾個單位 他們看到以後 他們也想要加入整治的工作 包括中研院 或者說 有一些附近的大學 像清華大學 他們也想 說那既然 大家都想要 把這個土地活化 然後把他救回來 每一個人就用他的方式去做 所以說最新的狀況大概是這兩 謝謝科導 那其實我 對 最後問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今天其實我們講 滿多技術層面的 那兩位看了那麼多貪婪 其實我們為什麼會被污染 就是有很多人性的貪婪 很多企業的貪婪 看了那麼多貪婪和社會的功力 為什麼你們還持續願意做這些你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可不可以就比較感性的跟我們分享一下 謝謝 我想我是在鄉下出生長大 那我在1980年 我家附近也是有一家電視場票設立 但是那時候我們家的長輩 他們都也是綁白戶票 然後站在那個工廠前面然後抗議這樣 那時候因為我已經在當記者了 然後我特別還是去拜訪了幾個政治人物 然後政治人物他覺得好像有記者在關心 然後就特別去 已經關心了這個案子 但是最後還是 還是讓這個工廠設立成功 那我那一次就覺得說我在當一個記者 而且擁有花言權還有平台 但連我自己家鄉的土地都救不了 所以我就從以前主要是跑政治跟經濟 所以我就從那時候就開始轉性了 就開始做環境 我覺得說應該用我的技能 我可以表達被社員 然後我的平台我應該好好會環境做一件事情 我剛好在這個時代的時候 環境線是一個很冷門的 我想法國新聞的人大概都知道 那不會是一個主流的線 然後但是我想我們撐了這 大概二三十年來 然後結果現在是已經有大家有更多的共識可以做 我想覺得還是有用 所以不會覺得說好像會累還是說有什麼失望的部分 我今天還是有希望 有做就有希望 你剛剛想要佩戴的事情是什麼 這三十年來 我想主要真的大家 那種核心的價值觀 已經從經濟跟環境當有衝突的時候 早期是經濟為優先 現在已經願意以環境跟永續 然後當作它的主要的核心價值 我想這個是最大的改變 改變下去 我覺得最愛最 最清晰的 對最自然 好 玉瑩 我還在讀大學的時候 在台灣的一些角落 有過很美麗的回憶 例如說 泰國國家公園的沙達岡溪 或者是在花蓮鳳林的西林村 或者是在台東金輪鄉的金輪溫泉 或者是在山源海水浴場 那這些美麗的回憶跟經驗 就是讓我覺得有人把它破壞掉沒辦法的熟 山源海水浴場 現在那邊有一個飯店 叫美意外 請大家的支持把它拆掉 謝謝 其實我們現在遭遇的 真的不只是我們遭遇的 作為一個新興國家 你知道現在新興國家 包括中國大陸還有馬來西亞 他們都在遭遇我們現在在遭遇的 包括農田被徵收 被政府非常暴力的徵收 然後土地被嚴重的汙染 不管是河流還是海洋 但是他們都在看台灣的經驗 大家可以想像嗎 包括在馬來西亞 有很多人在看台灣的農民 怎麼跟政府的不正義對抗 台灣的農民怎麼樣 跟專業的組織整合起來 透過在地的經驗 還有專業的組織的合作 能夠發展出一個更新的模式 來看待我們自己的環境跟土地 所以這真的不是只是台灣在地的問題而已 有很多新興國家在看我們怎麼發展 我們怎麼演進 我們怎麼成功 我們怎麼獲得 我們怎麼失敗 我們怎麼痛苦 所以這真的不是我們個人的經驗而已 那今天非常謝謝柯導還有玉瑩 那我們再給這個 我覺得對抗環境不正義非常辛苦 我們再給大家一掌聲 謝謝